但是我们生活当中 也会有一些小的瞬间 忽然你有一些正面反面的反转 那接下来我们来 让大家来体会这种 正面反面的反转 也请我们三位青年的演员 到台上来 我们一块来完成 好吧 来 留情 来 大家期待啊 好 我们这个表演台已经摆上来了 我们三位演员也就位了 汉文 你也准备好啊 那接下来这个情境呢 其实就是生活当中 正反两面突然切换 感受那种小尴尬 考察三位的情商了啊 好 我接下来先来 介绍第一个情境啊 你走在马路上 碰到一个熟悉的背影 你过去猛地拍了他一下 发现认错人了 这个时候他说 你谁啊 这个时候你说 你是不是他物理的 罗布达罗布菲利普斯自己 哎呀 你好 叫我杰瑞 这个你不尴尬 尴尬就是别人啊 好 第一发很成功啊 第一发很成功 接下来同样的情境 你走在马路上 碰到一个熟悉的背影 你过去猛地拍了他一下 发现认错人了 这个时候 他说 你谁啊 这个时候你说 天王盖地虎 宝塔 郑和谣 不是你 有病了 真好这种 这把责任推到你身上了 不是你 好 接下来要考察 我们的真哥了 同样的情境啊 你走在马路上 碰到一个熟悉的背影 你过去猛地拍了他一下 发现认错人了 这个时候他说 你是这个时候 你说 要盘吗 兄弟 对 电影 电视剧 舞蹈 音乐会 相声 什么盘我都有 这都什么年代 谁要盘 说对了 知识产权很重要 碰见卖盘的 千万不能买 还得举报他 那肯定不能买 谢谢配合 他俩家人逼 真哥这反应真的很棒 而且还瞬间告诉大家了 一个道理啊 就不要买盗版光盘啊 来 好 好 汉文继续回来 这什么三人爷打我一下 你 你感觉怎么样 疼啊 疼是吧 那这样咱第二个情境 不打你了好不好 第二个情境咱不打你了 好 好 我们接下来 进入第二个情境 你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突然你的手机响了 领导很生气 这个时候 他说 这开着会呢 谁电话响了 这个时候 你说 不领导 不不要 为什么是我 不要 为什么是我 领导 不 我错了 我错了 行了 我原谅你了 谢谢 谢谢刘继啊 这个情商倒是很高 但是智商好像有点问题 不 行行行行 好 来 我们接下来考察 裴言 你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突然你的手机响了 领导很生气 这个时候 他说 不是 开着会呢 谁电话响 这个时候你说 你别看别人 我就听说是你那响 不是 领导 你别喊 我这是闹铃 散会的闹铃 到点了 我就散会 刚才 好吧 这情商主要在满脸跑眉毛上 上的散会的闹铃 你能告诉我 我们上开会的闹铃 可以怕迟到 你替领导上一个散会的闹铃 你几个意思 我是提醒他到点了 是不是 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没有领导 我还真没有 我打上班 我就没上过这个闹铃 谁看的 我觉得你这样回答 你是该到点了 好 同样的问题 考问真哥 你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突然你的手机响了 领导很生气 这个时候他说 开这会呢 谁电话啊 这个时候你说 跟你们说多少回了啊 开会的时候 把手机都调成静音 漂亮 我今天就给你们示范一下 谁开会的时候不调静音 就这样 行吧 干得漂亮 郑哥这情商已经爆炸了啊 婷婷你来点评一下 三位的情商 谁更高 我的天哪 这何止是情商的一个较量 这连无实物表演都已经加上了 这想来上学的时候 就是学 不管是学表演也好 主持人也好 他们都会有一些 就是无实物的表演 就是我们面对观众的时候 什么样 刚才这就是一活生生的 无实物表演啊 这门牛 谢谢婷婷的脸评 谢谢啊